你还记得有多久没在春节见过范伟老师了吗 虽然没了极大的曝光量 但其实这些年范伟老师一直在转型 从小品到荧幕喜剧 再从喜剧演员变成正剧演员 在演艺山涯中 范伟老师虽然几乎都不是作为主角存在 但却总能用有限的表演留下了无数的名场面 你说像我这腿脚呢 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稍等一会儿 我要连个车 不要封锁我 让社会里不良风气吹进来 我可以不收 但他们不可以不送 喜剧演员最容易给人形成刻板印象 从喜剧到证据 国内基本没几个成功过 但范伟老师一直有颗演文艺片的心 硬是凭借逐步炸裂的演技 让所有观众都放下了陈剑 不管片子成色如何 但他从来没演烂过角色 在多年漫傲下 范伟老师终于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 这种正儿八经的文艺片 成功问鼎金马影帝 在春节消失的这些年 也是范伟老师一步一个脚印 摆脱陈剑证明自己的日子 而在今年的新年 他以一个微电影的角色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部奥迪为迎接虎年到来而拍摄的微电影 特别巧的是 影片从导演到主演也都是属虎的 时间横跨1998年到2010年 再到2022年三个虎年 讲述了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羁绊与传承 而片子的核心则是一只特别的虎 壁虎也是虎 壁虎表达着壁户壁祸的祝福 而随着剧情展开 也让壁虎这个形象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故事还得从1998年说起 在这新年的夜晚 小舅子开着领导的车 送即将分明的姐姐飞速赶往医院 好一会儿后孩子总算顺利诞生 为表感谢孩子的父亲决定 让小舅子帮忙取名 可说着说着 小舅子就坦白自己已经把工作辞了 车也得马上还回去 在那年头给领导开车 这么体面又稳定的工作 说辞就辞 当然引来了家里人的非议 但小舅子已经铁了心 扭头就回到了车里 看着眼前的壁虎挂剑 他摇开车窗 转眼12年 他买了新车 还是领导开的牌子 看起来混得不错 但姐姐却说 都是小壁虎就应该安分一点 好好守在家里 可他却这样回答 外甥小虎性格孤僻 但唯独对滑雪情有独钟 于是老舅就带着他滑雪 这一滑就是12年 在2022年虎年之际 老舅换了新车 而小虎呢 已经成为自由运动员 努力追逐冠军梦 但闯荡了半辈子的老舅 今年却说出了打击的话 什么挣钱要紧 什么要安分一点 完全就是当年别人劝他那一套 小虎当场就不高兴了 自顾自下车 穿上了装备 大老 让你看看 滑的到底有多快 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往山下滑去了 这时老舅收到短信 因为电力故障 学到赵明即将关闭 情况紧急 他只能马上开车去追 但无论怎么喊 对方都根本听不见 没多久 小虎冲出一个超大的下坡 眼前一片漆黑 老舅赶紧打开远光灯 照亮前方 小虎一个空翻 完美落地 油惊无险 原来当年 在车里两人的对话 小虎全都听见了 这回老舅也满意地笑了 随后老舅拿出了 那个壁虎挂件 在成长的道路上 总会少不了有些拦路虎 身边人会告诉你 要求稳 要安于现状 但内心真正的猛虎 是拦不住的 哪怕在别人看来 不过是只壁虎 这部微电影叫 壁虎也是虎 通过一个环环相扣的传承故事 让我们看到 亲情和梦想的分量 片中壁虎的形象 既代表着奥迪四驱 强大的抓地力和动力 也象征着一种 打破传统 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壁虎也是虎 是虎就得出去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激励了两代人的拼搏和成长 希望新的一年 他也能激励到你 勇敢去闯 做自己